张飞孙女问世产前摸黑叹息 苹果昨天傍晚在单人房一晚五千元七条的高档妇产科诊所旁 堵到张飞次子张绍怀和她大肚子的老婆翁欣怡 说今年七月他俩请喜酒借张飞的面子大摆了一百一十二席 当时的新娘就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 我是突然啊身格变成准爷爷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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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说是相当的惶恐 也很不情愿 可和飞也爱说笑呢 再怎么不情愿算算时辰时间也到了 哎呀我们直接到的这个现场 这是三十二岁的张绍怀将小一轮嫩期送入产房的moment 哎呦但绍怀啊 你让都快破水的孕妇背这么大包啊 就这几天啊 可能就是那个妈妈包真的太大包了 张绍怀的天春宝宝隔天立马吻事 二十岁翁信仪十月十五日 剖妇产下一女母女均安 恭喜恭喜 因为她应该喜欢女生嘛 女生比较贴心啊 嘿嘿 儿子媳妇前脚才进妇产课 张飞后脚就跟到了 我们的飞爷似乎为了要碰到媒体啊 注重形象的他还返回车上拿墨镜 打扮一下 张飞超喜感的啦 换上墨镜再现身时边笑边拱手作衣 哎呦是我们要恭喜你啊 怎么反了反了 等一下我再下来给你们 啊也是啦 您蒙先 这个车连停马路旁 车上还有张飞的爸爸 令他速战速决 不消十分钟就搞定了探望行程 媳妇怀孕时就给百万奖金 那可有生产奖金哈 那个当然 那个当然 给小孩子奖励这个是很正常的 为我添孙子当然是要得奖金 是男是女都不重要 主要是家里面多了一个诚勿 那在盐圈打滚了四十年 会希望孙女也进这一行发展吗 现在才零岁怎么样讲办法 才到什么 哪一个界发展 哎呦 这不是我们的事啊 哈哈哈哈哈哈 辛苦 辛苦 苹果鱼浪赖 谢谢飞爷帮忙丢梗啊 不倒